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幫的少雲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款少雲覺得相當有趣的產品 那就是 BOSS 專為睡眠而設計出的全新遮造耳塞 Sleep Bus 2 而這一款產品其實也不是 BOSS 他們家手袋產品 早在 2018 年 BOSS 就曾經推出過他們家的第一款 Sleep Bus 在當時可以說是一些潛眠族群或是不好入睡者他們阻擋憨生的一個救命良藥喔 雖然一款單價價格不低,藥價八千一百元 不過在當時仍是收到許多消費者的好評喔 比較可惜的是在當時推出後的一年 他們就因為電池充電的問題導致產品被全數的召回下架 直到上個月 BOSS 的二代遮造睡眠而塞終於問世了 它改良了先前充電充不進去的問題 同時也延續這款耳塞清雲小巧的特性 並且內建全新的升學系統以及電子晶片 所以它的遮造效果更升級了 App裡面的聲音庫也更豐富了喔 不過究竟這一款全新一代的 BOSS Sleep Bus 它還有哪些特點呢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開箱認識喔 大家慣例我們先帶大家來開箱 BOSS Sleep Bus 2 遮造耳塞 首先在外盒正面印有充電盒和遮造耳塞的圖示 讓我們可以一目瞭然產品的外觀 貼著它翻到盒裝的背面呢 則是以無中語言的方式表示出產品的重點 底部它這邊也有說明 這款產品必須搭配著 BOSS Sleep App 進行聯動使用 接著我們馬上來開箱 打開箱蓋之後呢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一台 BOSS Sleep Bus 2 的充電盒 裡頭呢 則是放置著這一台這個遮造耳塞 接著 拿開這個層板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份快速開始的使用說明書 以及完整的安全指示 另外呢 這裡還有一組一號小尺寸的耳塞套 以及三號大尺寸的耳塞套 最後還有一條Type-C的充電線 好 以上就是盒中的內容物 再來我們看到充電盒的外觀 BOSS Sleep Bus 2 外盒它是採用於金屬的材質 並以霧面的質感打造 正上方呢 刻有亮面的BOSS Logo 看起來十分的精緻 那充電盒底部呢 則有一層矽膠墊 雖然能夠避免產品滑弱 不過在材質上則是容易沾附灰塵的 再來我們看到盒身 也有一個Type-C的充電布 那這款產品主要是以有線充電為主 它不支援無線充電盒快充 那開啟充電盒的方式和前一代 同樣是採用向上滑動的方式 內部邊緣呢 配置了五顆LED指示燈 一顆代表大約20%的電量 那這個燈色啊 是十分溫潤的 滿有科技感的 至於放置這個耳塞的凹槽處 也是以磁漆式的設計 可以幫助這個耳塞啊 快速歸位 然後進行充電 那導著放也是不容易掉落的 雖然二代的BOSS遮罩耳塞 看似於第一代在外型上面大同小異 不過實際上魔鬼藏在細節裡 像是這個耳塞的部分啊 它就經過了重新設計過 以重量來說 它單邊僅有2.27公克 比前一代的2.3公克再輕巧一點 那這個矽膠耳塞套啊 也通過壓力均衡的技術 而且材質上面是相當輕膚的 再加上耳機本體十分小巧 戴在耳朵上也不會露在耳朵外 因此呢平常習慣測碎的人 基本上不必擔心會壓迫到耳闊 產生不適感 另外在這個一體成型的散狀耳塞 與鯊魚其耳翼的輔助下面 我們能夠確保整晚佩戴可以穩定不脫落 至於這個外殼啊 也標榜使用抗摩擦的塗層 可以避免與枕頭摩擦產生的支支聲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款BOSE遮造耳塞 乍看下就像一部真無線耳機一般 左右兩耳是各自獨立的 而且中間沒有線材連接 操作的時候也必須回歸到BOSE SLEEP APP上面去做控制 但是因為這款遮造耳塞它的本質上 還是以這個睡眠為導向的 因此它是不支援串流音樂播放的喔 而且在運作原理上面呢 它和我們常見的降噪中無線耳機 還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我們首先也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ANC主動式降噪中無線耳機 它的運作原理是什麼樣子呢 它其實主要就是透過入耳式的耳塞 來進行物性的隔音 同時呢再搭配上這個耳機裡面的麥克風陣列 來偵測耳機內外部的噪聲 然後並且呢產生與之相反的反向訊號 藉此呢來消底一些環境中的噪音 凡官SLEEP BUS 2 它一樣有高密閉性的耳塞 來組合中高頻噪音 不過它服役的是擺噪音或者是舒緩音效 來組合像是憨聲啊 或是電氣運轉聲以及腳步聲等等的低頻聲響 讓用戶在睡眠環境中呢 可以來遮蓋掉一些噪音 進而達到更好的睡眠品質 所以要注意喔 它並非消除噪音 那也因為無此 在使用SLEEP BUS 2的時候呢 不會像我們平常在佩戴降噪真無線耳機一樣 會有一種就是音壓或是耳壓的這種不適感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SLEEP BUS 2可以遮蓋掉一些噪音 進而產生一個相對安靜的睡眠環境 但是呢它並非百分之百的與外界的聲響隔絕開來喔 所以假如你遇到像是活警警報聲啊 或是電話鈴聲這類比較高分貝的聲響時 它依舊是可以來順利聽得到的 並不會因為佩戴了這款耳塞之後呢 導致你錯過了重要來電或是產生危險等等 針對規格的部分 BOSE SLEEP BUS 2呢 也搭載了全新的驅動單體和電池 在充飽電的情況下呢 它可以連續使用10個小時 那充電盒呢 也可以額外的再提供30個小時左右的續航力 那以一天8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來換算呢 大約5天到7天來充一次電就可以囉 我們已經知道BOSE SLEEP BUS 2 它提供了多種的遮噪音效 以及貼心設置了鬧鐘的功能 然後這些音效選單啊 或是音量的調節 都必須回到APP上面來進行設定 我們是無法直接在耳塞上面來 透過觸控的方式來進行操控的喔 因此初次使用時 必須事先在行動動機上下載BOSE SLEEP APP 接著取出遮噪耳塞之後呢 與手機進行藍牙配對才可以使用喔 當手機連接上BOSE消噪耳塞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一些個人化的設定 像是在APP的主頁面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見耳塞的當前電量 同時呢能夠設置鬧鐘或者是電話提醒 由於這台BOSE SLEEP BUS 2 它內建儲存記憶體 所以使用者可以在買Favorite的頁面裡面呢 檢視目前已經儲存在耳塞裡的音效喔 那以現階段呢它是支援13種音效的 現階段我們可以看到聲音庫一共分為 遮噪、天賴和靜蜜 三種音效類別 其中這噪呢主要就是作為著名音、擺噪音的部分 它主要是用來掩蓋干擾睡眠的噪聲 那這邊我們也播放幾首 來讓大家聽聽看 好大概是這樣子的音效 再來是天賴的類別 天賴類別呢主要會是一些大自然中的聲音 那我們這邊也播放幾個音效來給大家視聽看看 大自然中的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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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是静谧 静谧这边呢主要南跨了一些 可以让情绪平缓下来的一些轻松音调 那我们这边也来播放 属于这一类片的声音内容 来给大家听听看 好 视听下来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目前呢原厂也提供了50多首的音效 来供大家做选择 未来呢他们也将透过软体更新的方式 来加入更多舒缓以及遮罩的声音哦 另外APP里面呢也具备电话提醒功能 启用之后呢 当手机一有来电 耳塞就会立即发出像是闹钟一般的声音来叫醒你 不过要启用这个功能的前提是必须确保耳塞与手机装置保持连线才行哦 另外主页面的右下角也可以来设定闹钟 那甚至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闹钟声音 那甚至呢还可以来选择是否要以渐进式的声响来唤醒你 那这样子一来呢你就不会被突如其来的闹钟声响而吓到了 最后点入竹烟面的齿轮图示之后呢 也可以在这个电池里面来开启电量不足的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你不想要听一整晚的舒缓音效或是遮罩音效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个睡眠计时器的选项里面来选择这些音效播放的时长 整体来说在Apple里面的功能上面算是相当完整的 但就少云的起居空间来说 因为我自己有独立的一间房间 居住的社区也还算宁静 平日夜里倒不至于会被邻居的吵闹喧哗声或是如雷的憨声打扰到的情况 不过呢偶尔还是会被窗边传来的一些契机声呼啸而过声音啊 又或是常常在露睡的时候会响东响西 而导致有这个辗转难眠的情况 有鉴于此 少云连日使用这台BOSE二代遮罩耳塞之后呢 特别有感于它的遮罩能力 开戴之后呢 它确实能够隔绝环境中部分的吵杂声 即便偶尔还是隐约听得到一些声响 不过透过APP播放内建的一些舒眠音效啊 确实能够让我的身心放松下来帮助我入眠 整体体验下来呢 我是给予正面肯定的 总结来说 这部BOSE SLEEP BUS II 是一台能够有限度的杜绝噪音 并且改善睡眠品质的力气 从耳塞的结构 佩戴了舒适性 制造的原理 到APP的进阶应用 都是为了达到良好睡眠而设计 纵使一台要价8100元 但是对于长期深受憨声所苦 又或是浅眠的族群来说 依旧是一台相当值得入手的好单品 好了 以上就是针对这款BOSE 2代耳塞的重点介绍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了按赞以及订阅TK榜影新闻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大家拜拜